然後它的所印呢 就是像半開蓮花 我們有所謂的前開蓮花 有一個這個包起來的蓮花 還有半開的蓮花 跟前開的蓮花 現在變身金母的印 是半開蓮花 我比給大家看 閉起來的蓮花是這樣 那前開的蓮花 前開的蓮花 跟半開的蓮花 是半開的蓮花 因為你問這個變身金母 為什麼你的手印是半開的蓮花呢 因為你不知道它要前開 還是要閉起來 所以它變來變去 就是變身金母的手印 變身金母的手印 就這樣說 成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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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